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 从北京打车到唐山 这只是今天奇葩故事当中的一件 来吧,机身安全带让我们踏上比亚迪的不归路 上次的北京故事结尾讲到了 我入手的比亚迪秦一威 有人说您把眼界放宽点不行吗 就非得在这两个奇葩里面找别扭 眼界我确实有 但是实际情况我真的还想开Sbase X 虽然这辆续航400公里的秦一威 实际里程可能也就300多 但比实际里程80公里的EV160实用多了吧 所以里程基本是不用焦虑了 但比亚迪给我的体验完全是另一个维度上的 故事的开端发生在一次充电事故 那天把车停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充电 我就跑出去办事了 还不到半个小时 那手机APP就收到了充电结束的通知 我说这次充电怎么这么快 一看才充到了67% 这是出啥问题了 回去重新插上电枪 继续冲 一冲跳枪 再是又跳枪 据我观察 这应该是出问题了 这破车买了刚不到两个月 就出现这个问题 我真是幸运 把车开到了SAS店 我说这个车冲到67%就跳枪 冲不上去了 人家说先把车放到这里 我们帮您检查检查 因为我有事就先回家了 第二天 SAS店来电话说 我们发现您这个车的问题了 它是冲到67%就跳枪 我说我谢谢您 那边说是电池故障 但是电池还在保修期内 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更换 我一听这挺好 那要多长时间 小哥回答说 现在电池没货 什么意思 免费更换电池 但是电池没货 那我怎么办呢 现在 小哥说您这边等两三天 电池就来了 得从广州那边调货 我说好吧 那我就先把车放在那里 过了三天我打电话 说电池来了吗 不好意思啊 哥 广州那边也没货 但是给您下订单了 给您重新制造新的电池 但是您还得等几天 你不是说等三天电池就到吗 电池没货 你不知道 小哥说 确实现在紧张啊 那也没办法 麻烦您还得再等等 新的电池造好了 马上就来 我问多长时间啊 小哥说 一周 一周肯定就造好 一周之后我问 电池造好了吗 小哥说 现在电池厂呢 制造的电池都放到 新生产的车上了 您这个电池 得往后排一排 我说你的新车永远生产 那什么时候轮到我啊 小哥说 您放心 我帮您催催 肯定快了 就再等一两天 这时候呢 这个事情已经有点不靠谱了 是不是 过了两天呢 我又打电话 不好意思啊 哥 您还得再等等 我就不啰嗦了吧 基本每次的回答都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哥 您再等等 不好意思啊 哥 帮您催催 马上就到 过两天 你以为我就坐以待毙吗 我当然打电话 投诉过好几次啊 但是那边每次都是 您好 您什么问题 原来是这样 已经帮您上报了 我们已经帮您反馈了 之后呢 没有任何的电话回馈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又有一次 我打电话催那个小哥 甚至都跟他急了 小哥说 哥要不这样吧 您先把车开回去 这不是能冲到67%呢吗 您先开着 也别没车用啊 这边啥时候到货 我再通知您 哎呀 看过北七那期的观众啊 都能理解了吧 这客服跟北七怎么比 北七实力太差是真的 但是至少不当着面 跟你耍流氓啊 我先想呢 我车放在那儿 我都等不来电池 我把车开走了 还能管我吗 不过呢 眼看要到端午节了 因为早就计划好了 要带孩子去曹飞碟 所有需要玩的东西 全在车里啊 而且这没车也不方便啊 我一琢磨 那怎么办 先把车开回来吧 北京到曹飞店200多公里 67%的店 单程也够了 哎 无奈啊 没办法 那有人说这么老远 您坐火车去不行吗 因为之前商量好了 跟朋友一起去 都是自驾游 而且露营啊 游泳啊 很多东西 还是放在车里方便 也有人说啊 一直打车 也比买一辆车便宜啊 这个也许没错啊 而且我当年 为什么不想买车 结果落了一个摇号的结果 就是因为我也觉得 买车多麻烦 保养 停车 养车 永远花不完的钱 我一辈子打车 能花多少钱呢 钱的问题还是次要的啊 但是当你有了家庭 带娃了 你的想法可能会变啊 我不较真 我说的是可能 我的朋友呢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位 把比亚迪开到0%的那位 人家也是一家三口 他们早上就出发了 我呢 上午收拾完东西 我突发奇想 附近的充电桩 有慢充桩 哎 如果用慢充 能不能把电充上去呢 于是呢 我插上了电枪 就去吃饭了 等我回来 还真的冲到了70%多 虽然就这一点电吧 但至少能证明 它还是能冲上去的呀 于是呢 拔了电枪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 车好像是动不了了 不但动不了了 就连熄火都熄不了 屏幕显示 异威功能受限 哎 完了 这回肯定是把车给冲坏了 本来人家大夫已经确诊了 你这车最多只能冲到67% 我愣是用中医把车给超越了物理限制 不过目前看到小车的状态应该是单药吃多了 虽然车还活着 但是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动也动不了 火也熄不了 熊孩子还在旁边问 爸爸 车好了吗 好了吗 哎 本来车充不满 至少还能走 让我这一折腾 哎 这回好了 彻底坏了 哎 不过这也好 这正好给比亚迪施加点压力 别跟我说什么车还能开之类的 但是计划好的曹飞店怎么办呢 火车 我这一堆行李怎么办 而且根本来不及了 租车 加上我当时的位置有点偏僻 附近无车可租 我突然想到 咱打车吧 哎 我原来觉得永远打车也比买车便宜 行 这回行了 咱们真打车了 带着老婆孩子 一堆行李 哎 打车 为了不让孩子失望啊 我打开了滴滴 从北京打车到曹飞店 下单 附近的司机都傻了 没有一个敢接这单的 等了大概得有五六分钟啊 一个不信邪的司机 接下了我们这个倒霉的订单 不过刚接完单 人家打电话过来说 您是去曹飞店吗 我说是啊 小哥说 可以去 但咱能不能线下操作 就是不走订单 您让我多赚点 这么操作 从平台角度来讲 肯定是不合理的啊 但是这时候有人愿意载我们去 就谢天谢地了 我说 没问题啊 就这样吧 其实呢 这边打车过去不到300公里 大概800块钱左右啊 都这时候了 还有什么可选择的 赶紧让小哥开车过来 人家还挺好 停到我车旁边 然后呢 我开始从车里搬东西 当然只能拿一些必要的了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安全座椅 全装好了以后 这时候我叫了救援 把我爹也叫来了 说你就在这等着啊 等那个救援车来了 把我这个SBYD运走 一番折腾以后 终于出发了 真是精疲力尽 顺便说一句啊 人家是油车 一路击齿 小哥连服务区都没去 一气开到草费店 我一打听 人家小哥跟我住的不算远 我托人家说 您能不能回去的时候 顺路去趟我爹那 把安全座椅带回去啊 小哥人特别好 说没问题啊 而且人家连返程的钱都没提啊 最后打车一共700多块钱吧 加上过路费什么的 我还是多给了人一些啊 但是当我们回来以后 我那辆SBYD的试刻还没完呢 4S店一看 这回电池彻底坏了 但是依然没火 那个信口磁黄的电源 还跟我这搪塞呢 说真的下周 您再等两天马上就来 等到下周小哥又来了 哥您再等两天 马上就来了 放心 这回帮您催 有一次呢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这脾气都敢骂人了 我说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哪次兑现了 你也别告诉我再等等 你就告诉我等多长时间 哪怕你告诉我说 等半年都可以 180多天 你就告诉我 六个月一到电池就来 也行 你给我一个时间 你别跟我说 再等两天 再等两天 而且每次你都说 向上面问一问 然后我让你给我一个反馈 你给我回个电话 你有一次回电话吗 小哥说 我真帮您催了 很快很快 对 这就是SBYD的德行 你要说我就这么一直等吗 期间投诉电话打了很多次 但是没有用啊 有几天呢 我又急着用车 我突然查到呢 比亚迪在车坏的期间 可以提供代步车 我就又打电话说 您这不是可以提供代步车吗 他们说 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代步车 之后呢 我还查到过啊 在车坏的期间 每天有三百块钱的打车报销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当年没有人告诉过我 我只知道车坏的当天 可以报销大概一二百块钱吧 但是当天我打车去的可是曹飞店啊 而且 对 没有发票 这个无所谓 这个我自己认了 后来呢 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事啊 我那个朋友可是名门之后 这家伙听了我的描述说 我帮你问问去 汽车圈我也认识几个高管 我说那可太好了 这个家伙呢 在艺术界可是个小有影响力的人物 比我这种烦人的人脉强多了 过了两天呢 大哥来电话说 哎呀 这个除了比亚迪和北契 其他品牌的人 我都认识 你要是马沙拉蒂坏了 我还真能帮你找人 我说谢谢你啊 后来呢 我又打电话催 然后这回小哥都不搪塞了 说我是帮您催了 但是呢 等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这回呢 我真是无奈了 甚至有一个恍惚的瞬间 我开始怀念起我那辆小北契了 但这一切呢 以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那天跟一个同事摸鱼聊天 我就说起了这个事 那家伙说 哎呀没错 就他妈这样 我知道那个汽车圈多傻比 你瞧我的 说着呢 拿起了我的电话 给比亚迪克福 拨了一个投诉电话 平时我拨投诉电话 那基本都得等个15分钟 20分钟啊 哎 他这一次就拨通了 那边呢 再次传来了克福小姐姐 轻声曼妙的细语 您好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我这朋友呢 不慌不忙 也不着急 也不骂人 点了颗烟 平心静气的对小姐姐说 我是毛怪 我的车呢 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坏了 一直在4S店 下面呢 不是投诉 我说 你听着就行了 我多次问你们那边 什么时候修理好 每次给我的承诺 都是下周修好 或者呢 再过几天 等到了日子 打电话一问 没有修好 对吧 后来我每次打电话问 你们那边服务人员都说 去问上边 然后我让他给我回一个电话 给我一个反馈 之后呢 没有一次回电话 还有呢 你们承诺了 在车坏的期间 可以提供逮捕车 我打电话问了 你们没有 对吧 下面呢 我告诉你 我要干什么 我已经找好了记者 整个事件呢 我写了一篇详细的微博 今天下午两点 有两个在你们业界 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官微 同时发布这件事情 其中一个媒体 还是你们的竞争对手 我告诉您了 下午两点 最后呢 他补充了一句说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 我就是告诉你们一下 说完 大哥把电话直接挂了 整个过程看得我目瞪狗呆 他看我愣神说 这事你就得这么解决 我完全没想到大哥会来这么一番言论 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不过呢 比亚迪也从来没跟我按套路出牌 我错就错在跟流氓讲道理 不过呢 大哥的呆的烂已经划下了 下午两点 这真能管用吗 下午两点整 我盯着电话 杳无音信 我心想 完了 海口已经夸下了 我现在是不是得去找一下媒体啊 我正琢磨着电话响了 哥 您的车修好了 请您明天过来求车吧 卧槽 我他妈跟他纠缠了将近两个月 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大哥平心静气的几句话 解决了 看来真是打蛇打七寸 打人砖打脸 等我去取车的时候 4S店说 给您换了一个新的电池 您就踏实用吧 有毛病再送回来 要不是那位大哥另辟蹊径 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车得等多长时间呢 因为换了新电池 这个车开了将近一年 相安无事 于是呢 来到了第二年的端午节 我跟朋友约好去密云找一个小河边 准备露营 这车呢开了一年没什么大毛病啊 小毛病咱们待会再说啊 从我到目的地距离200公里左右 于是呢一早我便出发了 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回来 我再出了高速之后 想找个地方先把电充满 准备第二天呢可以直接回家 于是呢找了个充电桩 当电量到达80%多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脚下一个明显的震颤 咔啦一下子我心里一惊 之后屏幕显示 EV功能受限 哇操 这不去年那个毛病吗 就好像你突然遇到了你的旧情人 然后呢我又冲了一次试试 哎 跳枪冲不上 完蛋 给比亚迪打电话 对方还不失甩锅的告诉您 可能是充电桩出问题了 您换个桩试试 去年呢充电充不满的时候 确实没有显示EV功能受限 但现在呢肯定是车直接出了问题 这时候我有两个选择啊 趁着车还能动的时候 赶紧把它开到4S店 但是当时距离我最近的3S店还有30公里 而且呢 车一直显示EV功能受限 我担心这车半路再出点问题 在停路上 那可就麻烦了 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直接叫救援 但是路营的事怎么办呀 又是在我出去玩的时候 距离目的地呢 还有四五公里 这个倒是不远 所以呢我索性先把车开到路营里 先玩再说 到了河边呢 有一个几乎40度的陡坡 路况极差 我心想我要是真下去 没准上不来了 干脆呢叫朋友上来开车 接我们把老婆孩子送下去 然后呢 我在上面直接叫救援 于是呢 该玩的也玩了 车也送走了 但是那么多行李也别拿了 路营是没戏了 也只是为了孩子 别白来一趟啊 至少玩一天 玩到晚上打车回家 等天快黑了 我又打开了久违的滴滴 这个返程也将近200公里啊 结果没想到的是 端午节没人接单 这么老远的地方 天也快黑了 最后还是有个司机接单了 同样打电话回来 说咱能不能线下交易 这破车其实我平时开的并不多啊 但是一出远门 一出去玩就出毛病 但是这次没想到的是 比亚迪不到一周就把车给我修好了 而且还说 又给您换了新的电池 我也听 又换电池了 而且修的这么快 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我了 我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MMP客户了 又过了几天了 天气暖和了 上次也没玩痛快 所以这次我决定 带着孩子老婆去一次海边 还是草飞店吗 那不行 这回得整个大的 我朋友开车去了海南岛啊 人家也是电动车 但人家的车比我牛逼多了 本来那是打算一起去的 但是我想想我这个车 我就没敢冒险 后来呢 决定去趟微海 微海将近800公里啊 我这胆子也够大的 在这里也奉劝大家 这么远的距离您还是别跟我一样像个山炮似的 该坐高铁坐高铁 一是呢带的东西多 第二呢是为了沿途看风景 第三呢 我的车又坏了新电池 正好发挥一下它的实力了 于是我满怀着信心 开着比亚迪就登上了金户高速 全程将近800公里啊 理论上的充三次电肯定是够了 但是这人受不了啊 我一次最多开200公里就感觉要爆炸了 在第一个服务区呢 准备充电的时候就遇到了意外 一排十个充电桩只有两个在充电 我说这太好了 随便停在一个充电桩前面 结果发现充不上 换一个还是充不上 我一阵恍惚 我说这不是北七啊 结果一问其他的车主说 除了那两个正在充电的 其他的桩全都坏了 一看真的是有好多车在后面两个车那排队呢 我说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这真的是电动车主的噩梦啊 我都计划出高速去充电了 看到电桩上有维修电话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打电话 说您能不能过来修一下呀 结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啊 人家说不行 不过大哥给我出了主意 说你可以到对面去充啊 这我倒真没想到 不过我说我怎么过去啊 我飞过去吗 我有飞机还来这充电 大哥说桥洞下面能过去 我说哎呀太好了 那太谢谢您了 我刚要挂电话 大哥又说 但那下面上了锁呢 你过不去 我说您拿我逗着玩呢 是吗 大哥说你别着急啊 那有个密码锁 密码四个一 你充完了之后 回来把门给我锁好了就行 哎我真是遇到贵人了 开着车赶紧钻过桥洞 那边正好有位置 顺利冲上了电 等我吃完饭了 过去把车开回来 两个保安正在锁门 我说大哥等等让我过去 那两个保安比一的盯着 我说你咋过去的 我说这时候能把那个好大哥出卖吗 我说门没锁 他们说你放 赶紧走赶紧走 我要是晚了一步 他们把密码改了 我就玩犊子了 我只能反方向 从哪来回哪去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如果我真的这么干了 那高速费怎么算呀 哪位大哥知道 给我扑扑法 之后的充电都很顺利 全程大概充了四五次吧 天黑了我才进入微海境内 赶上了我见过的最大的暴雨 在微海玩的几天都不错 我们踏上了归途 返程途中 在山东境内的高速充电 此时离北京还有不到500公里 最多再充一次电就能到家了 要说这比亚迪是真给力 不过这BYD就是不禁夸 当电量达到80%左右 咔哒一下子跳枪了 比亚迪您行不行 这毛病多少次了 您每次都赶上我出去玩出问题 是不是 再是 出不上了 80%的电剩余500公里 咋整 没辙了 搜索附近的4S电 离我最近的微方室内 之前我提过一次 我曾经在微方的一个短途落难 现在我要把这个坑填上了 这家4S电距我30公里 提前打电话约好 开着车去吧 等到了4S电 工作人员又是端茶又是倒水 还有整洁的休息室 这服务比北京不知道强出多少啊 小姑娘说 我们这就给您检查 这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工作人员说 您这个车冲锋上电 维修人员把车开出去了 在外面找一个快充装试试 这还得到外面 我就是因为快充冲不上才来的呀 又等了半个小时 工作人员说 您这个车确实冲不上了 我说我谢谢您 目前确认 车里有一个快充的 什么一个装置坏了 需要给您更换 是免费的 你别看我这车老出毛病 但是每一次换零件 还真是一分钱都没花过 但是我知道他后面要说什么了 我们现在没货 要从广州调货 大概四五天才能到 比亚迪亚 我真不知道说啥了 小姑娘说 但是您这个车现在慢冲没问题 要不我先给您冲上 我说也好先冲上 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办 比亚迪和保险公司 我都问过了 但免费拖车 好像是只保多少公里之内的 我离家五百公里 那根本就不可能 我跟老婆说 要不咱们坐高铁先回去 好在这个高铁站 离我们也不远 但是一想过几天 我自己还得回来 而且已经有之前那次事了 这次要等多长时间 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我又不是山东的MMP 真的是太麻烦了 我真的想赶紧把车开回去 回北京再说 因为离北京不到五百公里嘛 理论上充一次电就行了 所以我的计划 在中途找一个慢充装 那么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搜索了半天 这中途真的没什么充电装啊 找到了两个合适的位置 一个在天津 一个在苍州 但是到天津呢 是将近四百公里 我不太有信心 我的车能开到 所以就选择了苍州 唯方到苍州不到三百公里吧 但实际上我那车 最多也就开三百公里 所以全程我都保持 一百公里走高速 走最外围 跟大车抢位置啊 真的是心惊胆战 当我到了苍州以后 电量只剩百分之二十多了 而且已经夜里一点了 孩子早就在后排睡着了 哪还有精力找酒店呀 我真的开到了那个位置之后 我发现没有慢充装 一片平地什么都没有 幸亏我还坐了预备 在苍州找了两个位置 又开了将近三四公里 找到了第二个位置 终于找到了一个慢充装 插上电 我就赶紧在车里睡觉了 我们在车里凑合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 慢充充到了百分之七十多 但回家应该是够了 终于在中午的时候到了北京 我赶紧打电话叫救援 把这个SBYD拉走了 两年 长途旅行三次 电池坏了三次 而且有个东西 现在也没有修好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小毛病啊 就是比亚迪APP啊 遥控的那个功能 可以监控电量啊 位置啊 遥控空调啊 车门那玩意儿 我这款车呢 就经常的断线 每次修理好 维持最多两三天 然后就断线了 只剩一个监控位置 你知道车在哪儿 但是其他的东西 全都用不了 每次去4S店呢 都说您这个系统 有点老 重启就行了 但是每次最多维持三天 哎 就又断了 哎 到现在我都懒得修了 真是扯不起啊 之后呢 我再也不敢开着这个车 去远的地方呢 好了 这就是我开比亚迪的故事 请订阅点赞 毛怪老师啊 想选择比亚迪的朋友 See you next time